建物然後把它拼貼而成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集中的 這個是我第一件的作品 那其實我們在做創作的時候 只要有第一件之後呢 那個概念有的時候其實非常非常快 如果大家有發現的話 這些是台東的白屋 台東有一個很有名的白屋 它叫Forward 新文就把它包含成Forward的移動城堡 那我們的概念很簡單 這是用數位拼貼 這個是數位拼貼的部分 用Forward的移動 或是拍三面 這個建築其實它只有到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只怕拍三面 我就把它夾蓋上去了 其實如果大家如果真的很 如果仔細看一下 其實它是平面的 那平面部分 看其他洞 裡面發現其實它有15度角 45度角 所以它比較有立體 然後其實你在看它的時候 其實好像 它其實像台灣的街道一樣 它其實假如走了一條街道 結果街道把它蓋著 長條條的保護一樣 一動就想 那一條街 那在裡面的部分 都結了台灣一個特有的東西 比如說 像我們常常看到的 其實像之前都被 被把它封起來 其實那個基地台 那像那個 理工市 綜合的 安侯地 土理工 那裡面都是 像比較快的 因為大家不要知道 的話在北部來講 其實像那個 大島城那邊 有很多像這種 西式的那種 羊肉那種的房子 比較多 可是我覺得這種 其實在紀錄 在那個時候 的一個建築 建築狀況 可是到現在有時候 你在過去看的 一些都被彈掉了 對 都更掉了 那是這個 這個系列 好 那 之前被 妖嵐這邊沾染的時候 因為 這一套作品是 第二次在外面 公開贈出 因為這一套是 當年 男一獎 對 所以那時候已經被 文化局點長了 那為了正式展出 之後又把它 重新再輸出過 所以是這樣子 那另外一套 系列的部分 是 還有那個 荷花 就是 應該是說蟬河 那我們 平常在看到的 荷花田 它 枯微之後 不就長這樣子嗎 對不對 那我一開始 創作的時候 就從這個 荷花田開始 但是 我在裡面 有看到字 你們有發現嗎 荷花的殘羹裡面 我就看到字了 然後 所以我的 開始這些 作品的部分 開始是從字開始 所以我那時候 用手 手機的app 就把它做成 高反差 之後它就變成 一個像 書畫的那種字體 那我開始就開始 就結合了 就真的用單眼相機 然後再去拍這些 蟬河 枝幹 這樣子 然後就把它 模擬成字 那 再把它組合起來 就像 這區塊 其實他們覺得 好像說 我好像寫了一首詩 首詞 可是它是沒有意義的 有人我真的知道 有人也說它是沒有意義的 但是 注意看的話 其實我有 因為我那時候就綁架 架枯文的形式 架枯文的形式 那 因為我剛剛講說 那東西是像書畫 所以我開始呢 除了那個字之外 記得那種 之前不是 在寫 在畫畫的時候 比較濃重彈器 因為我本身不是班科 不是科班出身的 所以我就用那種 方 去平貼 然後在我 腦海裡是 並不把畫面全部填滿 所以還有 故意特別的 三個區塊去留白 然後再加上 剛剛那個 荷花的形 然後蓋印章 音跟樣 的概念 那 最後一件的作品就是 我們之前不是講 自動書寫 然後 歐洲花 然後我就把所有的 我的荷花鐵 就把它丟了進來 其實 另外講 我們再注意看裡面 還有一些樂策 那其實我們想說 殘荷有時候 大家覺得說 我才能哭 其實不美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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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的聲音也覺得像是 是不美的 但是我用一種 反鳳的方式來講說 其實我把它組合起來 把書畫形式 你好像覺得它是建立主題 好 我的概念大概 大概是這樣子 你這有感脈嗎 我想要這副 哈哈 你也不要受 這邊有可樂皮 其實我是故意的 因為它其實可樂 你為什麼故意要留紅的 因為它很像印章 它感覺像一個章 所以我故意留了一個像章的感覺 而且它就是 可樂到就是 那也不是台灣 台灣 常常 國外來的東西 國外來的東西 對 所以我就是 故意把它從 把它丟了下來 所以我沒有把它 去成黑吧 這樣子 對 好的 我的專家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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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